來看一下今天呢 這個林英傑八局的投球呢 總共用了106個球 77個好球 29個壞球呢 被擊出了七隻安打 表現當然是相當的理想 掉了一分呢 是非四則分 投出了五次的三陣 跟一次的四壞球寶宋 這時候呢 觀眾也是Hockey啦 在這場比賽之前呢 要看到這個神秘的泉水艇呢 緊張的其實不簡單 今天剛好 所以剛剛 桑泰山算是故意自殺的 不要開玩笑 開玩笑 有救援成功的機會 高精成功就出來了 哇 高精成功呢 在本季喔 這個真的也 比較找不到什麼出賽的機會 加上應該是之前呢 就考慮到他這個年紀比較大 所以 隨便呢 這個動用他了 只有在3月23號呢 台中對熊隊比賽上來 投了一局 投了一局 被打了一隻安打 熊體上隊 哇 轉眼間 轉眼間呢 九局上半剩下 沒有一個半局的反攻機會 這個時候打成一個 中外野的飛球 中外野手 追過來 一個球 又進去掉一個打者 形成了一出局 所以這是高精成功呢 在加盟新龍牛隊之後的 這個第二場的亮相 我還是要按照節奏來 踩投手板 對他保持球感會比較好 機會會比較少 個禮拜 救援個兩局OK的 原本一帶輪到 陳江可波這時候換上了代打 張振偉上場來做個代打 這時候當時換佛達者為優先 張振偉今天沒有先發 所以就不行了街道 球出現在形成一好一換 現在這個職棒的現役選手 要找到這種 年紀比我大的 已經越來越少 1968年出生的 這個高級長四十幾歲了 要是幾乎多年了 不容易 保持體能保持得很好 欣賞他投球是看他的經驗 快慢的節奏 他的變化球的犀利度 還有這種整個的一個穩定性 都值得觀賞 過去大家對他印象最深刻的 當然是在日本職棒的亞洲多燕子隊 來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91年到1991到2003 後來也曾經到美國職棒去挑戰過 也曾經到韓國職棒 所以他現在又轉戰到中華職棒 到台灣職棒 所以等於是 這一股對棒球的熱誠 說實在也不簡單 情音應該都不看不高 但是 就還是持續地想要在廠商投球 也是觀眾的福氣 能夠親眼在台灣的土地上難道 投球看看三省 直接換定打者出棒過半 然後帶打的張振偉呢 給三振氣的形成了兩出局 來一個high fastball上飄球 確實出去了 所以他投球有快有慢的節奏 然後有不同的球種 但他要讓球飄起來 他就會飄起來 讓他沉下去 他就會沉下去 所以就是他本身的控球 還有用腦筋在投球 希望怎麼球路他都能夠出來 接下來輪到葉君章 而且整個控球啦 球路的尾勁啦 雖然速度沒有像以前那麼快啦 這是必然的 但是這方面的條件 這有點神秘感 其實也還蠻不錯的 也蠻好用 但控球力不錯 有瞬間是一好球一敗球 這一棒打到了左半邊 結果是轉了出去 形成了一個界外 這個老經驗對老經驗 球數是投手領先 突然刻意放慢 結果這個時候 葉君章還是打到右半邊 莫是一個界外飛球 被一雷手許魔龍 在界外區 將那個球給揭殺出去 所以這一艘神秘的潛水艇 還是相當厲害 高進程度 最後來一個三上三下 為牛隊保住了戰火 中場呢 青年球機的第一場的 這個向牛之戰呢 青龍牛隊呢 就靠著八局下半 所攻下了三分 最終是以四比一呢 三分之差的擊敗了兄弟相對 稍後我們回到新竹球場 來進行一些賽後訪問